你跟他睡了是吧 你臭不要脸 我过了是吧 怎么过 你让我怎么过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 你让我怎么过 就在刚刚 男人检查行车记录仪 发现了老婆和别的男人游人 我这一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本来是想下次见面的时候 当年告诉你男人 这也会让人不住 人愤怒到了一个界限 是根本压不住的 他拿着录像找老婆对质 可是老婆直接删除了记录 这让男子怎么接手 谁啊 什么谁啊 你这是谁 我哪个谁了 你这里有女的是谁啊 原来老婆刚刚翻阅老公手机 发现了陌生女子发来的裸照 对方让自己老公再来一次 男子向老婆解释 可是老婆根本不听 就是你这种家庭的人 才会做这种事 才会拿着我家的钱 去干去找这种破女人 男子思路很清晰 他只是想搞清楚问题 并不想吵其他的事情 你跟我说这是谁 你臭不要脸 我也受够了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老婆开始翻起了旧账 数落起男人这些年的不作为 让自己在父母面前抬不起头 说得男子一无是处 活脱脱的一个软肿 男子也很气负 声称自己并没有主动索取过什么 以前也有赚钱的时候 还说老婆全家都端进了前眼 只知道钱钱钱 两个人越吵越凶 甚至动手砸东西 我再不想看到你 把你打破脸 操 男人躲门而出 正在气头上的男子 还和陌生人来了一场拳击 但是很明显没占到什么便宜 男子气得没地发血 他鬼使神差地来到和老婆当初定情地方 曾几何时 两人是多么甜蜜 两人曾经约定每年都来这儿 他想不明白 短短几年 两个人为什么成了这样子 这个酷似黄轩的大冤种叫杨华 几年前 富家女爱上了这个穷小伙 尽管老丈人和丈母娘并不看好 但还是给他们买车买房 在生活上也是多有照顾 希望女儿过得好一点 然而杨华也是想趁着年轻好好努力 于是就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拿出所有的积蓄和朋友搞了一个恐龙公园的项目 可是没过多久 恐龙公园就被征用拆迁了 不掌权的杨华却被朋友护了 说拆迁款一直没下来 可是要账的都堵到家门口了 无奈杨华赶紧找朋友要钱 可是朋友却又投资了一个蒙古包的旅游项目 看杨华实在可怜 于是把一些裸带的大学生推给了杨华 让杨华先周转周转 并承诺会尽快还钱 杨华这才妥协 到了晚上 女大学生如约而至 可她并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